这是我的电话,这是美国政府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能够放TikTok 被闻到美国的抖音政策 孙小雅直接秀出手机 四号校发表年终政策演说 从实施议题讨论到美中台三方关系 在一起重申美国对台支持坚弱磐石 但中共对台眼心也让人忧心 当中国的重要程度或地位大于台湾的时候 美国是否会放弃台湾 孙小雅展现挺台决心 尤其即将迎来台湾2024大选年 可预期遇到假讯息攻击 影响民众投票意愿 AIT处长孙小雅承诺 不论最终大选结果如何 美台关系持续深化 年终政策记者会上发言 展现挺台力道 下期视频欢迎订阅 周知之一 S1组台北报道